嘩這套捉鬼敢死隊冰封未來其實我期待了很久 因為我很喜歡主角的妹妹戲裡面叫Phoebe這個角色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所以她在第一次上映 放工就馬上去看了 看完之後除了看妹妹之外究竟這套戲又行不行呢 稍後和大家慢慢說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耶魯閑 跟大家說話 騷歌羅人家和蕭閒娛樂夜頻道Raymond 今天有劇鬥觀後感的時間為大家介紹 竟然是捉鬼敢死隊冰封未來不想被我劇透到 繼續看這套戲再回來聽我的介紹 故事就承接她的第一集 第一集就說Phoebe和她哥哥和她媽媽 誤打誤撞找到她死的爺爺 一個捉鬼敢死隊的前隊員流下來的工具 慢慢踏上捉鬼敢死隊的路 其實第二集已經說他們成為了捉鬼敢死隊 已經很公然穿著制服 握著激光槍 捉鬼的老鼠龍就四圍去捉鬼了 其實這套戲一開始已經是一場追一條 什麼坑渠惡龍的捉鬼追逐先 鬼就被她捉到了 但是沿途就對城市造成一些騷擾 破壞 弄壞東西 市長就下令 但不讓Phoebe出動 因為Phoebe還未夠18歲 未成年 眼見自己的哥哥比自己還可以出動 媽媽比自己還可以出動 接著後輔的矮盒 其實都是在車邊而已 每個人都不夠自己來 但是他們可以出動 自己不能出動 即踏入青春期的Phoebe 多少有些懷疑自己 又有些失落 又有些寂寞空虛 因為這些寂寞空虛和失落 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這個錯誤令到一隻很厲害很厲害可以把全世界冰封的大惡鬼釋放出來 嘩 這隻東西都不是我照樣好毒很惡的 搞到陷球產那麼濟 最後能夠搞得到 當然一定會搞得到 其實故事條大條就是這樣 我個人對捉鬼敢死隊的情懷是怎樣的 其實小時候看的其中一部卡通片 當時我不是特別喜歡看捉鬼敢死隊這部卡通片 只不過是年輕人什麼卡通片都會看 反而他真的是真人版的電影 在《明珠930》看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挺個人的 總之一播就看一播就看 但隔了很久都不見他再有新的一集 再有那些雷神那些女兒那些 祝鬼敢死隊真的完全不行 但上一次祝鬼敢死隊 這個妹妹仔Phoebe 繼承了他爺爺 不是阿公那套工具的這一套 我覺得好看很多 上一套是非常喜歡的 這一套我自己覺得是比上一套打了折扣 原因我想也有幾個項目 第一就是 其實第一集雖然你如果看那些 poster trailer 很多鏡頭是拍著矮俠 因為可能那時候Marvel有特別熱 還有一套戲可能想找些成人角色 可能背得飛 小朋友背不了飛 但其實真的看一套戲 矮俠 總之所有成人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配角 其實是幾個小朋友 即是女主角 一個應該是日本小朋友 即是喜歡錄Youtube 錄Podcast的小朋友 以及她的哥哥 是擔大旗 第一集看到這些小朋友 嘻嘻嘻 看到他們很想嘗試去捉鬼 去探索力險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其實這一集過了兩三年 但小朋友過兩三年差很遠 可能由十一二歲變成現在十五六歲 其實那種得意可愛 是真的被第一集的階段打了一個折扣 不過我仍然是這麼喜歡Phoebe 仍然是這麼喜歡女主角 所以只要有她 其實我也是收貨的 但客觀來說 我覺得那一種第一集 我很喜歡看那些小朋友的感覺 其實打了一點折扣 另外中間我覺得有些拖 其實她的電影都兩個小時多一點 兩個小時五分鐘還是十分鐘 其實她那隻 真是那個最後的大哥 是去到差不多一部電影 最後的 我想半個小時或者 最多都是四十分鐘 她才出現的 才被女主角不小心釋放了出來 而女主角釋放了這個最終大哥出來之前 就是一開始套戲一開始 和那條死坑龍追逐了一場很短的 跟著就是 都不是沒有鬼的 但是很靜態 就是一隻可以和她對談 和她聊天的一隻女鬼 所以中間有一段時間是比較拖 有些湧場的 這個也是打了一個折扣 另外就是 我覺得那個大哥 鋪排了那個大哥 說他不可以讓他出來的 出來就糟糕了 總之一定要想辦法 不可以讓他出現 最後真的出來了 出來了之後 我發現不是很多機會 被那個大哥 就已經去到最後大戰 以及很快就收了皮了 我想這些原因 令到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是沒有第一集那麼好看的 我不是不喜歡 我也喜歡 我有那個Phoebe 其實我一定是收貨 一定是 本身他拍到怎樣爛屎也好 我都會在我心目中 只有一個合格的分數 就是再找些東西加上去而已 不過說回Phoebe這個角色 我剛才也說了 上一集他是小朋友 一來很可愛 我很喜歡他 二來雖然他只是小朋友 但是好像他醒過了 第一集裡面所有的大人 即是他媽媽 他的老師 全部好像他 最小的是他 最聰明最有智慧的是他 但是這集可能 他仍然是一個天才兒童 但是因為被否定 不讓他出動 不讓他再做這個捉鬼禁止隊 暫時最低限度他18歲前都沒得做 他開始懷疑自己 他開始迷惘 那些寂寞 因為這些緣故他犯了錯誤 放了一隻大惡鬼 我覺得這裡 其實你這樣說是合理的 至於青春期的思想會比較複雜 但是比起第一集他很聰明 很有智慧的感覺 我覺得我喜歡第一集的他 情嫌會比較多 這些都是我覺得第二集 我覺得打了折扣的地方 但是 是不是沒有東西我喜歡呢 首先我也是那個Phoebe 我很喜歡 第二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第一集 也應該記得的話 他第一集 Phoebe拿著捉鬼的槍射那隻鬼 然後他不夠力 他那個死了的公公的靈魂出來 扶著他的槍在後面 和他一起射那隻鬼 其實這個對我們的龍珠迷來說 一看就已經覺得 好像吳范和思路 鬥桂波 然後悟空的 也不知道亡靈 在後面坐他一把 一起射思路 其實那個畫面是很像的 那今集他爺爺沒有再出來 他爺爺沒有再出來 他爺爺沒有再出來 他也是他拿著自己 改良了的捉鬼槍 射那個最終大哥 都是不夠力 他的家人 即是他哥 他媽媽 和一個後父 那個後父就是矮合 本來他上集是他中學 還是小學的老師 即是家長日就追了他媽媽 現在成為了後父 他一直都未適應到 究竟這個是老師還是爸爸 還是怎樣 都不知道怎樣叫他好 但是看到這個家庭 這個家庭 一起去支援他 上一次女主角 就是由他死了公公的靈魂去支援他 這次真的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很實在去支援他 我覺得 導演的安排是很有心思的 而呢 在女主角這一家人 一起用死那隻捉鬼槍 射那隻最終大哥的時候 又要拿個大型的捉鬼龍 就是上一代老的那些捉鬼敢死隊 就是上一代老的那些捉鬼敢死隊 剩下來 即是他爺爺就已經死了 就變成四個人 那三個老隊員 還要加上 我覺得有點驚喜 就是之前他們老隊員的時候 有一個秘書 負責聽電話接線 就是聽人求助 聽人求助 哪有鬼 那個女秘書都出來 他們就一起去地牢 預備捉鬼龍 年輕的就負責用槍射那隻鬼 老的就去預備陷阱去捉那隻BOSS 我覺得也充分看到兩代人的合作 那種的重要 我想無論是對新的觀眾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處理 就算是對一些老觀眾來說 或者我這些夾在中間 新的又喜歡舊的又看過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滿足到情懷殺 我覺得這個最後去打大佬 雖然我覺得不算是打得特別精彩 大佬不算是顯示了很大的能力出來 但是這個處理 我覺得導演是非常有心思的 反而這次加了新角色 就是如果你有看永恆族 有一個應該是印度裔的演員 拿著手指 朝朝朝好像幽約八書 幽坐出寧院去射敵人 那個我不知演員叫什麼名字 他那個角色原來就是 他的家族歷代都是操縱火 預備去對付這個玩兵的大惡魔 這個角色加了下去 是不是很有娛樂性呢 我覺得不算是很大 是不是很有化學作用呢 又不是 但是最後也有一些排到用場 我不知道之後 會不會再下一集 第三集會不會更加發揮呢 不過我看完 雖然我覺得 我覺得是被第一集 在我心目中打了折扣 但是我會期待第三集 原因也是那個女生 可能她繼續拍到也繼續看了 一來 二來呢 剛才我講過 因為她犯了一些錯誤 令到那隻最終box就出現了 放了出來 而最終box其實是去到他們的 捉鬼錦絲隊的消防局裡 放了他們以前力帶捉鬼 被她放了出來 雖然是弄好捉鬼龍 但也放了大半出來 其實這裏令我想起 Roland的蝙蝠俠的三部曲 其實第一集也是 因為一些原因 不長說 郭咸城最強的監獄 就是混了瘋子 混了重犯的監獄 放了大部分的囚犯出來 所以才有之後那一集的小丑 原來是之前裏面的其中一個 放出來這麼厲害的敵人 我自己看的時候 就想 會令我聯想到 難道是因為這樣鋪排 可能之前一些捉鬼錦絲隊 以前出現的經典的鬼 經典的反派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之後會出來 可以在第3集 第4集第5集 看到這些經典的敵人 經典的鬼 我自己就非常期待 當然我繼續期待著 Phoebe的演出 講這集的捉鬼錦絲隊 就到這裡 最後影片記得讚好 留言分享和訂閱頻道 還有最後呼籲 如果大家還沒看《填詞L》 真的去看 因為真的是一套很好的作品 其實我看到一套這麼好的作品 因為一個票房不太收得 我是挺心痛的 希望大家支持 如果看了的話 如果有時間 覺得都欣賞 不如再看一次 好吧我講完了 拜拜